世界卫生组织几天前宣布解除新冠疫情紧急状态 但是发言人哈利斯强调 解除令是有限于各项关键指标陆续达标 但是这并不代表新冠病毒已经不构成威胁 更遑论病毒已经从地球表面直接消失 因此人类还是得严正以待学习和病毒共存 阿利斯接受中国环球电视 网访问时透露解除全球公卫紧急状态的其他理由 还包括广泛的新冠疫苗接种率 以及大面积的确诊康复病例 都让多国人口对病毒形成了群体免疫 无论如何相关组织促请各国持续保持高度警惕 并且将病毒检测的防疫准则纳入日常卫生活动 这将会是过渡后疫情时代的重要一步 截至这个月3号全球录得7亿6500万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造成690万人病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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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x赏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